一起共同成长 好不好 来我们复习一下动作 提 组合动作是沉 对不对 拎右手 右手 腰胯旋拧到左边 沉 晕化出来我们的 旁提 一个下半圆 再来一个反面的下半圆 整圆 上半圆 再来一个上半圆 再来一个上半圆 落踏步 到旁提的那个脚 反方向一样的 反方向我们也捋一下动作 我来一夹 在这儿哈 并脚 拎 腰胶 腰胯的旋领 旋领到什么角度 右后的角度 沉 晕化出来我们的旁提 移 动作一样 下半圆 这个位置啊 中正的位置 大家在做的时候 经常会在组合当中 经常会在组合当中就把它吃掉了 下半圆 油件 上半圆 身带手的大圆 手与脚合 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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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动作就是这样啊 我们来一起做一遍 不会有刚刚我讲的时候那么慢 好吧 做每一个动作 一定要把它的关键的 身法的一些关键点放在心中 如果大家对哪一个还不太清楚 一定一定要回去补课哈 896的线上课 回去补课啊 来 5 6 7 走 1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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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 7 6 7 停住一下,上半圆,腰胯有没有坐满呀,反向的,上半圆,早伸带手,依然伸带手,反面, 选你,运化出来的,运化出来的什么,旁踢,虎子踢住,走,下,保持中正,一定要中正啊,不管再快我们都要有, 好,准备,快的,体会到右键了吗,上半圆,伸带手, 怎么落踏步的呀,好,我们旁蹄练了有四十分钟了快,怎么样,大家的旁蹄的第一句感受如何, 其实还是有很多地方不是很细致的哈,或者是,但是我觉得整个今天上午应该让大家对旁蹄有一个基本的走入的方法吧,对吧,那, 啊, 啊,